肉口有嚼勁 接近就是算半個肉 吃得非常舒服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 蔥薑炒鱸魚 來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來 現在呢把這個 雞皮去掉 肉非常多 刺還少 好了 分成 兩上 又叫分當取料 然後呢 奔這個位置 把栽殼收起來 魚頭拿下來 這個變成料啊 用它釣個魚頭豆腐湯 非常不錯的 大排骨條 稍大點鞋就就長了啊 這樣 一指頭寬 哎 這樣就行 這個可以啊 再來一檔不好看 來 看一下啊 好 這個水 加上 鹽 抓 一下 把這個 裡面那個 血水的 和雜物啊 往途清洗一下 這就可以 再加宽水 再洗上一遍 用这个袋手 这样擦洗一下 转一转 里面一点汤水没有才好 一点汤水没有 先加入 黄酒 少许盐 来点鸡精 胡椒粉 抓拌一下 然后呢 再加入酱 这个酱呢 就是东北的黄豆酱 你们家吃哪的 你们地方吃的那个酱 你就可以放上点那个 或者呢 里面再少放点味鸡鲜 酱不要多 这个增鲜 看看 这样就可以 腌味 15分钟 把这个鱼 我们看一下 带着汤汁不多 放上 25克的 水 往里加 干淀粉 一勺 大致是一两 把鱼皮焯酱 一块一块摆到锅里 把这鱼摆好以后呢 这锅边 将这油 里边 转一圈 这样呢 每一块料 都能接触上油 法式呢 需要煎至 三分钟 一会儿电 关一下枣 尖 好 这啷 翻过来以后 别再翻勺了 还是这样啊 慢慢的让这油在小边一圈一圈录一下 再加上两分钟 朋友们 看一下啊 这就基本上都透了 翻一下勺看一下什么颜色啊 还可以葱姜下锅再翻一下勺啊 就还没事就练着玩 你不练吧 你也就是说永远不敢翻着啊 盛上点黄酒 少来点生抽 变歌多啊 多了容易可以 来点老陈醋 少来点糖 现在把葱下锅盖上盖 一分钟就可以攀一下 好了 朋友们 看啊 冷水下锅 这个鱼头扔掉就白下了啊 给它烧开锅 15分钟 然后呢 再调口 看看这个颜色 朋友们 非常鲜 非常鲜 豆腐下锅 葱味 姜味 鸡精或者味精啊 都行 要有鸡汤就不放鸡精了啊 来点味精 盐 开锅三分钟 放上两克胡椒粉啊 腊味让它大一点的 两口热汤下去焊出来了 这个效果可以放啊 看一下 豆腐得飘起来 看看 这豆腐起泡了 里面放了香菜段 喝了葱段 喜欢香油 放点香油 吃了鲈鱼啊 喝了汤 这个叫鱼头豆腐汤 嘎嘎美呀 可以试一试啊 不用非要鲈鱼 草鱼 里乐鱼都行 看看 这皮多厉害 这皮 鱼肉的鲜 肉会有嚼劲 接近就说 蒜饭的肉 吃得非常舒服 今天我们做的姜葱炒炉鱼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